疫情的三级警戒延长影响到民生跟餐饮经济 为了帮助民众跟餐厅 台中市经发掘推出挺餐饮小美食专区 线上设网罗有上百家知名餐厅及饭店料理 让民众挑选一起来挺餐饮顾经济 台中市经发掘的网页上开设挺餐饮小美食专区 而里面网罗将近百间的餐厅跟饭店 都是在追破疫情当中 改变经营方式所推出外送服务 餐饮业现在是禁止内用的 因为不能板斗 所以宴会厅的业绩都挂灵 所以我们发动台中市 要来挺餐饮小美食的运动 挺餐饮小美食的运动 我们要推广美食外带外用 那我们现在市政府已经号召102家的业者来加入 疫情的三级警戒延长 冲击民生与餐饮经济 而市府主动出奇协助业者推广行销 也顺便帮民众解决三餐的猜测问题 而这一次推出了防疫便当 有火锅烧肉跟日式料理 我们这些美食有哪几个品项呢 我们包含中式的料理 便当 和菜 烧烤 火锅 又包含日式的 有华爱食料理 寿喜锅 和牛 那么呼吁我们台中市的这些餐饮店家 来加入我们这个挺餐饮小美食的这个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市民 多多上我们这个金发局的官网 不出门在家里可以享用到美食 我们挺餐饮业 这段时间餐饮业非常的辛苦 我们要顾经济 金发局强调 目前挺餐饮小美食的专区 还在持续绑罗中应有尽有 而里面更有不少业者提供了折扣 以及套餐加购价的优惠 希望民众可以独家支持 并且采用行动支付付款 一起落实防疫拼经济 就这里这样台中采访到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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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